歡迎收看 醫院靈魂人物大揭秘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揭開醫院裡 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好辣聽團們又要來爆料 什麼醫院秘辛呢 這位小公司林彥均 好 今天有很重要的 什麼醫院公關 護理師 醫療記者 還有跟我們五位民意在一起 要討論什麼呢 就先跟妳講 我們的環境是電視圈 對 還有一般的好輔導 攝影 對 要所有連結在一起 才會成立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戲 對 綜藝節目也是一樣 要有一個很好的執行單位 要跟大家一個藝人 或者是個醫師 要喬通告 聊通告 關係都要很好 然後他就寫出好的腳本 那好的主持人是這個 插歌打混 我們也很認真啊 靈魂人物 對... 那妳知道哪些關鍵人物 很重要 對啊 因為他們在公... 不是在公司 在醫院很久 所以醫生跟護士 或誰誰誰發生什麼事 他們都知道 對 所以一定要跟他們 這樣才可以守得住八卦 對 醫藥記的重要性 在哪裡你知道嗎 就是要 對 不是 不是喔 因為有很多人用特權的時候 對 他可能是名義代表 對 那怎麼辦 現在民眾也有力量了 找記者就好了 所以你們都是 在做這件工作嗎 不是 他是比如說 關鍵性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記者 他要離職的時候 他長官就是說 那我跟你保證 以後絕對不讓你喬這個病狀 用這個理由來 確認他不要離職 是 公關今天來了好多個 對 真的 真的 等一下我都要留電話 所以我們接 可不可以看看第一個 好 接開白色巨塔的秘密 這些人最夠力很會喬 是 我們基本上是講 協調 對 我們是教授 溝通... 溝通... 對 但是大家都知道 醫院裡面被關照的 主要是一個床位 一個是醫生 就組織醫師 大概最主要這兩項 那對我來講 我一天到晚被人家關照 那也去拜託... 被人家拜託去關照 各位知道有些時候 你去醫院看那個 一明明就有空床 他說可是這床是男的 可是你的病人是女的 對 就同一間 你去弄半天 他有很多難處 有些時候有空床 可是沒有護理師 所以有些時候 醫院不是不給你那個床 有 但是就沒辦法開床 床怎麼有分個男女 對啊 有啊 男女住在一起可以嗎 只有夫妻 跟爸爸跟小孩 不是 有三四床床床的 有個女生的 沒有... 瓜哥 你有住這樣的床嗎 瓜哥 你就看他是家屬 躺在鏡頭上而已 他是家屬 沒有男人 是嗎 沒有啦 我不知道耶 我們沒有關廠 隔壁上的 沒有啦 不好意思 我都是住一個人 沒有啦 他沒有女鬼啦 所以在醫院裡面 大家知道說 當然找很多人都有需要 包括你說找阿姨打掃 有時候也幫... 他們來找我們 我們一樣也幫他忙 我們是一事同仁的啦 你床總是有滿的時候 你就是沒床 你就喬半天 對 沒錯 所以說大家不要過度期待 不要一直想說 你一定有辦法 這樣子太為難了 是 而且說實話 我們還是會以那個嚴重性 緊急性為第一考量 當一樣的時候 才會去想說 這剛好是瓜哥的誰 我們是不是給他優先一下 但是不可能說 你的完全不重要 可是就跟那個減商分類有點像 不可能完全照說有關係來 就那個... 這不可能的啦 那所以... 所以我就勸大家說 有些時候我們幫你弄半天橋道了 你一看說 這不是一人房我不住 我說拜託 請你兩人房先住一下 對 先開 隔天看完到就給你一人房 就有可能排第一順位 你不住就等半天又沒有床 然後就一直怪說 不給你床 那有些時候是 喬半天發現 你居然不是要一人房 是要什麼健保房的 對 搞半天什麼人都有 搞得大家累死了 那我自己 我個人碰到很多 但是我碰到 我碰到一個來關照我 最誇張的案例就是 我想說 一個子宮肌瘤的病人 開個刀小事情嗎 也不是什麼癌症 但是我在前幾天 等於開出住院單之後 就接到一個董事長的 因為他跟我有私交打電話給我 我就想 這到底什麼病人 我也想不起來 因為根本還沒住院 我說這個是誰 他說 你有叫他住院開刀了 聽說一個很大的子宮肌瘤 我說他還沒住是不是 我先想還沒住 你就開始關照了你知道嗎 就等到當天 就下午病人 一般你知道醫院都是 上午check out 下午check in 跟那個旅館是一樣的 是完全一樣 下午之前來後 秘書跟我說 放在我桌上寫說 有兩個人來店關心 他們打給秘書 他說有一位市議員 關照某某某 那麼又有一位這個 最怪異的是他還能找到 另外一個城市的 衛生局的局長 也來關照他 我就想這人神通廣大 又來了兩位關照他 結果等一下 我又接到一個手機簡訊 是一個我認識的市議員 來簡訊說請你來關照這個 你是要幫他開刀 明天要開刀 我說對… 先想簡訊又來了 我想說 怎麼這麼多人在關照他 這人還真偉大 我也不知道什麼大人物 結果等到了晚上9點多 我想說應該沒事了 手機看一下 怎麼又來一個簡訊 一個立法委員 來簡訊 是一個朋友 他叫我 他也說要關照這個人 我是想怎麼這麼多人 隔天早上我查訪了之後 想說這麼小的病 是何等人物 到底是誰 沒有 他們關照床位 不是關照床位 他們以前注意說 關照是什麼你知道嗎 開刀要特別關心 能不能排第一台 這些種種問題 那早上我跟他說 就他滿尷尬的 我說我總共接到五個人 他們都非常關心你 非常非常關心你 我很了解 那我其實也一樣很關心你 我非常關心你 我們的醫護團隊都很關心你 所以你不用擔心 就一定要處理好 事後他也覺得說 那個有點好像找太多人了 對 有點 所以我覺得其實找一個 大概就夠了 不要找那麼多人 對 在我當住院醫師的時代 那個時候 如果你去外面的市立醫院看 如果比如說 今天有人出院有沒有 他們那時候那個病的 住院那裡都有個轉盤 在那邊 有人出院那個就會空的 就會沒有名字 醫生就插自己的名字 說我要這一床 我要這一床的床 那是可以插牌的 插了那個床就是我的了 我要收我自己病的上來 先排就贏了 但是現在真的沒有 現在醫院裡面的那個部門 分工別類的 住院的床位 就是住院主在管的 住院主上面可能 還有什麼精管組行政部門 當然最後都會到院長室 所以剛才那個 那個正醫師在說喬王 那一定是院長副院長 只要是喬王 那當然是可以喬 但是還是跟正醫師講的一樣 我們還是會有順序性的 你怎麼可能 有一個急診刀要開刀 你不給人家住院 你給人家一個感冒的住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要一直有我們醫生 全力很大 我們醫生只能喬一種事情 現在的醫生呢 大部分人只能喬一種事情 就是比如說 你今天拜託我 你今天要給另外一個醫師開刀了 你拜託我跟他關照醫生 這個沒有問題 或是他要幫你開刀 你明天本來是第三台的 你想說我年紀很大 我可不可以排第二台或第一台 這個OK 同事之間都很好講 或是他要看病要加號 讓他早點進來看 那個都沒問題 但是你講到床位 那真的現在的床位 基本上都是 不是醫生在管的 所以我們是找錯人的醫生 你如果要喬床位 我跟你講真的 你找那個外面的 喬床位 其實最常見就是親戚朋友 有天我媽就打給我說 那個等一下會有一個 你爸爸的舅舅 他等一下會打電話給你 他說他跟你 他要 他跟我們要你的電話 我們不好意思不給他 我就說幹嘛 他說他好像說有一個 就是他的親戚朋友 那就是在某家醫院 現在在急診室已經躺三天了 租車我到現在都還沒上去 他說他們全家在那邊照顧他 很難受 在記者市上很難受 大家都擠在那邊 又沒有那個 他說可能是要找你幫忙 你接一下他的電話 他是你爸爸的長輩 我說好 他電話就響了 就沒有看過 我就知道是他 我就接起來 我說喂... 他說你好...我是誰... 我跟你講 我就說你好... 其實我也不知道叫他什麼 但是我媽叫我 叫他救公 叫他救公 然後他就說 我跟你講 我媳婦的哥哥 什麼... 然後後面我就沒在聽了 因為我就不知道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知道後面有一個人 車禍這樣子 現在在急診室躺了三天 他說三天都沒有病房 我們有去問那邊的醫生 他們也不知道說要等多久 他說你不是在這家醫院嗎 可不可以去幫我們 瞧一下那個床位 幫我們那個老人家 在旁邊陪那個 這樣子大家都很累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 那個... 我會去跟那邊的醫生講一下 因為對我們來講 叫那邊的醫生 跟他關照一下說 對他好一點 或是跟他打他啦 那很簡單 但是我就跟他講說 我會請醫生去關照他 但是我有一個老實跟他講 我是說 這個 急診室一定是按照嚴重程度 我說 醫院裡面如果有床 誰要把你擋在急診室 就是沒有床 所以你上不去 我說這個還是要照一定的順序 要等待 我以為我講得很合情合理 我也告訴他說我會去關照 幫他關照一下那個醫生 對他好一點 沒有想到他 他就 他現在跟我說 你不要這樣子 那個 那個 做人要以所思議 我就想過去 不然就到底去關照 他說你小時候 我也去看過你 看著你 看著你長大了 對 你現在這樣長大了 當醫生這樣翅膀硬 就不理我們這樣 要幫忙的時候 也不來幫忙 對啦 我也知道我們現在 也沒有辦法給你什麼幫忙 但是你也不能這樣 因為在講小時候 我怎樣對你怎樣 不是 我現在真的要跟我 各位親戚朋友講 好床位 真的 有一天小困難好不好 還是要照順序的人 你那個床位不是說來吃飯 多一個人多一雙筷子 多一張椅子 對 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家的床 你還有護理師照顧這樣 所以你不能任意加床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